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最该学习的榜样 影响您和孩子一生的生意 礼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代表思想之一 它可以经国家续人民 也可以正性情 明是非 结万事 所以 孔老夫子说 安上至民 莫善于理 意思是说 安定国家 治理百姓 没有比用理 更好的办法了 既然如此 如果 你是一方官员 你的亲人 有求于你是 作为父母官的你 又该如何用理 来处理呢 我们不妨 从唐朝开国大将军 张震州的故事中 寻找答案 郑州艳客 赠州艳客 赠伯泪流 官民礼阁 不得交友 唐朝书州 有一位叫做张震州的人 很小的时候 他的父母就因病 离开了人世 由伯父和沈娘 还有亲戚们 将他抚养长大 后来 他跟随李渊 立下赫赫战功 成为唐朝开国大将军 等国家安定后 唐高祖任命他为 书州都督 而书州 正是张震州的家乡 临上任前 他一直都惦记着 鲍达曾养育过他的 故乡亲人 于是 先回到往日 居住的旧宅中 看望父老乡亲 家乡的亲人们 知道张震州要回来了 大清早就在村口守候着 伯父和沈娘 看到多年没见的 郑州 都开心地掉下了眼泪 族里的亲人们 见了郑州 都高兴地奔走相告 哎哟 郑州回来了 张震州看到亲人们的欢喜之情 十分感动 于是对大家说 郑州 一定会尽心治理好书州 让大家过上好日子 张震州 为了感谢大家对他的养育之恩 便准备了许多韭菜 把亲人们都请到家中 解开围观而梳起的发迹 与大家坐在一起 就像以前一样 与亲人们开怀畅饮 大家看到 郑州 为官富贵后 还没忘记他们 心里有说不尽的欣慰和欢喜 夜深人静 偶有几声八鸣 而此时的张震州 却怎么也睡不着 眼前总是闪现出 乡亲们欢迎她回乡的场景 自己从小父母双亡 是伯父 沈娘和乡亲们 把她养大成人 此恩 比天高 比海深 怎能不报答 皇上 为派我到家乡任职 是对我的信任 假如她只 用乡亲私下找我办事 我又该如何是好呢 如果 寻思枉法 又岂不是辜负了皇恩 自己 在情 礼 法之间 又该如何平衡呢 宴席 持续了十天 就在第九天的傍晚 张震州 送走亲人们后 来到书房 让自己的心 沉静下来 良久 她抬起头来 目光刚好落在 皇上赏赐给她的 薄金等宝物上 心里 似乎闪过一道亮光 到了第十天 亲人们都吃得很尽兴 眼看 宴席就要结束了 大家都向震州 表示谢意 张震州 先鞠躬回礼 很恭敬地 对大家说 各位 父老乡亲 承蒙大家 从小对震州的照顾 养育之恩 莫尺难忘 如今又有皇上的厚爱 才有了今日的震州 所以震州决定 把皇上上赐给我的 一箱金箔 分给大家 算是我对各位亲人的 一点心意 我知道 金箔再多 也比不过大家 对我的恩情 说到此处 张震州 话语 有些哽咽 寒泪 接着说 我今天 还能够与大家 欢乐畅饮 明天 我就要复任 成为书州的 都督了 官府 官府 与百姓之间的 礼法 上下 是有区别的 我就不能够 再与大家 如此亲密的交往了 全书州的百姓 都是我的父母亲人 我也要对他们负责 不会偏袒 任何一方 以后 如果有照顾大家 不周的地方 还请 多多 千量 听到张震州 声泪俱下的 肺腑之言 亲人们 都感受到 他清廉 公正的满腔正气 和对亲人们 无限关爱的 赤子之心 在场的人 都十分敬佩 于是 伯父 带头表态说 郑州上任后 咱们 绝不要求 他对我们 有什么特殊的照顾 给他添麻烦 大家听了 都应声赞同 很快 郑州艳客 流泪赠博的事迹 一传十 十传百 整个书州百姓 都很敬佩 这个新任的都督 即使是 亲戚朋友 触犯了法令 张震州 也一视同仁 从此 书州境内 风气肃然 民风淳朴 正通人和 以书州人的身份 而做书州的都督 本就不是一件 容易的事情 如果一味守法 会伤害了亲情 寻思 又违背了法律 而违法伤情 都不合理 张震州的做法 可谓将礼的智慧 发挥得淋漓尽致 他厌情亲友 赠以厚礼 临别 气泪连连 既真诚重情 又让大家明白了势力 遵守了功德 在法与情之间 找到了一个平衡点 使亲情 法律 都得以保全 因此 被之后 历朝历代的官员 所效仿 堪称 后世的 楷模 听故事 找善根 力大志 做好人 亲爱的听众朋友 今天的故事 就讲到这里 感谢您的聆听 我们下次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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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